距今464年前的英格兰 汉普顿王庭的第四位君王玛丽一世 将所有仆人赶出门外后 竟然独自在卧室里诞下了一名男婴 皇位伊丽莎白非常担心姐姐的安危 于是不顾禁令硬闯进卧室 不成想竟然撞破了一个恐怖的秘密 玛丽一世为了让自己成为 英格兰史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和神秘的黑女巫达成邪恶的交易 让伊丽莎白感到毛骨悚然的是 被玛丽当成筹码献出去的亲生骨肉 竟然不是人类啊 讽刺的是仅仅又过了三年 玛丽女王就带着她的血腥野望 燃上不知之症突然驾崩了 或许是为了避免重蹈姐姐的覆辙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登基后终身未嫁 成为了无知识人口中所谓的童真女王 名利和母性的争夺 从王权旧史延续到摩登时代 这一远远流长的阴谋循环 即将在好莱坞的名利罗网中再度上演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就带大家体验美食怪谈里的另类恐怖 本季故事的女主角安娜 原本只是一名熬了很多年都没出名的三线小演员 和丈夫虽然恩爱 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直到安娜认识了一个名叫西沃恩的经纪人 糟糕的生活才终于出现转机 在西沃恩的安排下 她主演了小成本恐怖电影作者 结果一炮走红 安娜觉得西沃恩就是自己命里的贵人 这位新经纪人工作上尽职尽责 总是努力为安娜争取更多的资源 私下里她又和安娜姐妹相称 话说这可是卡戴山 安娜你跟她做姐妹真不怕挨耳光吗 事业上顺风顺水后 安娜也想在家庭生活中取得突破 于是已经两次流产的她 再次走进了妇产科医院 就像前两次手术时一样 丈夫德克斯依然面带完美微笑 用暖心的话语鼓励她 怀上完美的宝宝 希尔医生也还是那套话术 又说这回的成功几率很高 取卵手术非常成功 等待胚胎移植的这段时间里 安娜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备孕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 又给安娜焦虑的内心 蒙上了恐惧的阴影 首先 她还没有走出医院 就被一个怪老太婆缠上 普丽切女士 这是护士对怪老太婆的称呼 此时的安娜还不知道 这个名字将成为她日后的恐怖梦魇之一 走出医院后 安娜又撞见了另一个怪女人 她记得自己早上出门时 曾在酒店外见过这家伙 当时这怪女人正望着一个鸟巢 里面躺着两只将死的雏鸟 想起自己之前两次流产 安娜忍不住开始琢磨 这会不会是某种不祥的征兆 还有那个举止怪异的摩登女郎 难不成在跟踪自己 丈夫笑她太多虑了 不能因为自己刚走红 就觉得到处都是跟踪狂吧 安娜苦笑一声 也觉得自己可能多虑了 从德克斯的言语中 安娜能感受到 丈夫虽然努力不给自己施压 但她内心其实非常渴望当爸爸 安娜也很想要孩子 一方面是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得了产后非栓色 不幸去世 安娜想把自己缺失的母爱 倾注在下一代身上 另一方面 安娜也害怕让丈夫失望 女人一旦压力太大 就容易脱发 备孕第一晚 安娜按照医嘱 塞好黄体铜栓气后 突然发现自己 有一根脱落的头发 那感觉就像 就像蜘蛛抽丝一样 想到这里 安娜不寒而栗 等待医院回复的这几天里 安娜只觉得度日如年 德克斯为了帮妻子缓解压力 带她去参加饭局 德克斯的工作是为艺术家举办会展 她在这个圈子里最有钱的朋友 当属塔利亚 安娜这顿饭吃得很不舒服 她不知道塔利亚是故意挤兑自己 还是这女人一向大大咧咧满嘴跑火车 否则她为什么要当着自己的面 提起德克斯最近判重的一位女画家 长得很像她的前妻艾德林 安娜很清楚 丈夫心里放不下那段旧情 艾德林是她内心的那片白月光 虽然德克斯多次解释说 她忘不掉艾德林 主要是因为她死得太惨了 安娜每次想追问事故的细节时 德克斯都推诿不提 她只能从报纸上了解到 艾德林死于厨房失火 在丈夫眼里 自己或许不过是艾德林的替身吧 每当情绪过度积压时 安娜都会忍不住这样想 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否则为何德克斯跟艾德林过日子时 从未提过要小孩 她一定是对自己不够爱 所以要靠孩子来维系婚姻 安娜躲在厕所里 打电话向闺蜜倾诉 希望安慰她凡事都往好处想 这番安慰的话既令人感动 又让安娜觉得有点恶心慎人 调整好情绪后 安娜正准备走出厕所 忽然发现厕所隔间 好像藏着奇怪的家伙 当天晚上 希尔医生终于传来好消息 佩太培育非常成功 这周四就能移植 安娜看了看日程表 希望安排她周四上安迪科恩的节目 这对她趁热打铁 提升咖位非常重要 事业和声誉出现了第一次冲突 安娜选择将手术推迟一天 德克斯嘴上没说什么 神色间却忍不住流露出一丝不满 因为医生提醒过 拖延时间会降低植入成功率 转天安娜发现自己的日程表 被人动过手脚 佩胎植入手术的预约 又赶回了周四 她来不及猜测 是丈夫耍小性子 还是黑客入侵了她的手机 安迪科恩的节目就在眼前 这是安娜成为当红影星的 又一重要台阶 节目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一个突兀的插曲 差点毁了她努力经营的事业 随后网上有人上传了 安娜在妇产科医院的照片 并满怀恶意地辱骂她 安娜很快联想到 这个偷拍自己的恶毒跟踪狂 恐怕就是普利切女士 如果只有一名跟踪狂 安娜还能理解为 这是成名的代价 但那名摩登女郎 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徘徊 最后以德克斯的画展合作伙伴 一个名叫索尼亚的 另类画家的身份出现 让安娜觉得 事情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了 索尼亚的另类高跟鞋 不禁让安娜想起 那个躲在女侧的偷听者 更让她不安的是 塔利亚前天在饭局上 说的那句话 惶恐不安的日子里 终于有一件喜讯 能让安娜重展笑颜 那就是胚胎植入手术 大获成功 安娜又要当妈妈了 丈夫的笑容 也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这场手术 依然有些不愉快的地方 幸好安娜一睁眼 这些可怕的幻象 都烟消云散了 麻醉剂还没完全失效 丈夫就把她抱回了家 还把佩娜的照片放在床头 鼓励妻子好好养胎 那么多的波折和痛苦 都是为了孩子 安娜满怀幸福和喜悦 忍受着腹部的不适感 昏昏睡去 突然背后一阵恶寒 日程表里又多了一句话 提醒她看到落地镜上的警示 警察来得很快 他们调查完监控发现 除了半夜出去买狗粮的德克斯 没有任何人进出大楼 德克斯一路上 也没有撞见任何可疑的人 人们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警察们除了合理推测 安娜出现了幻觉 镜子上的字是她自己梦游所写 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了 总不能说这屋子闹鬼吧 警察和丈夫都不相信自己 让安娜感觉很无助 不知道是因为药物 还是精神压力影响 她的脸色变得憔悴 嘴角也长了一颗 抹不掉的红色蜘蛛质 就在安娜无比郁闷时 西沃恩给她带来了一份大惊喜 安娜成功获得歌坛奖提名 按照西沃恩的规划 接下来她应该准备冲击奥斯卡 彻底红遍大江南北 生活中的种种怪事 影响了安娜对工作的热情 西沃恩见状立即画了一副面皮 用经纪人的身份敲打她 安娜从未见过好姐妹这副模样 吓得赶紧端正态度 为了表示对好姐妹绝对信任 安娜毫不犹豫地 喝下西沃恩送来的保健品 然后没过多久就吐了 她当然不怀疑闺蜜下毒 反而欣喜若狂 因为这是孕吐反应啊 西尔医生在电话里叮嘱她 调养两周后再接受孕期检查 养胎期间安娜闭门不出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 药物影响了自己的记忆 不过一个转身的功夫 丈夫竟然告诉她 两周养胎期已经晚了 夫妻俩怀着忐忑的心情 拿出验孕棒 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那一刻 西尔医生不得不向 欣喜若狂的夫妻俩 泼上一盆凉水 由于安娜已经流产过两次 如何保住这一胎 依然是个大考验 一个正在冲击奥斯卡的当红女星 工作上的压力是很难避免的 幸亏安娜认识了好姐妹西沃恩 这位呕心力血的经纪人 为了力捧安娜 竟然弄来了麦当娜 在1991年奥斯卡典礼上穿的礼服 安娜在卧室的落地镜前望着自己 仿佛看到一片璀璨星光中 被名誉和荣耀包裹的好莱坞之梦 然而镜子上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句话 仿佛正是为了惊醒 此刻陶醉在美梦中的自己 任何不祥之兆 都无法阻挡安娜追求名利的脚步 当她走过红地毯时 闪烁不停的美光灯 和无数赞美之词令她如痴如醉 一个竞争对手的出现 给安娜发烫的脑袋里浇了一盆凉水 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星巴贝特 也获得了歌坛奖提名 安娜担心自己盛装登场 最后却不得不在聚光灯外掩面哭泣 和作者的导演共进晚餐时 这个不停劳道的死胖子 居然问起安娜跟踪狂的事 安娜顿时警惕起来 这是她只告诉了丈夫和西沃恩 到底是谁泄的命 德克斯根本不是演艺圈的人 西沃恩也面不改色地声明 他跟这个死胖子压根不熟 安娜躲进厕所调整情绪 结果又遇上一个唠叨的肥婆 还是自己的狂热脑残粉 安娜对这个没有边界感的女人十分厌烦 正想找个借口开溜 突然又出现了孕吐反应 安娜人傻了 谁能想到肉筛一样的肥婆 居然这么经不住推 主持人即将宣布 歌坛讲花落谁家 利欲熏心的安娜 只能隐瞒肥婆的事情 装作没事人一样上台领奖 然后她的惩罚就落到了头上 在如此多的幻象刺激下 安娜再也绷不住了 这一兔让安娜的人设大崩 媒体和网友们群起嘲讽 什么纵欲科要抑郁绝症 各种谣言满天乱飞 安娜冲击奥斯卡大奖的美梦也泡汤了 西沃恩决定先冷处理一段时间 等话题热度过去后再想办法给安娜重塑人设 为了让安娜避开媒体视线 不再回想起过去的难堪 塔利亚竟然慷慨地让她住进了自己在郊外的一栋闲置别墅 还安排了一位高大威猛的持枪保镖 安娜忍不住嘀咕 德克斯和这妇婆的交情有那么好吗 塔利亚认识丈夫的前妻爱德林 难道他们之间有些自己不知道的往事 安娜用力摇摇头 把这些胡思乱想归咎于激素的影响 在这个新家里她意外找到了一张老照片 是德克斯和爱德林 塔利亚以及西奥斯人的合照 这张照片是塔利亚故意放在橱柜里 专门用来刺激她的吗 安娜常叹一声 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小人之心 半夜里她睡不着觉 想着一肚子心事 突然听见地下室有奇怪的声响 安娜忍不住起床去查看 在保镖的陪同下 她确认了地下室里没有任何活物 或许又是自己太过焦虑产生了幻听吧 安娜只能无奈地这么想 为了缓解压力 她按照医生的嘱托去练习瑜伽 结果回去的路上突然腹痛难忍 保镖赶紧把她送进附近的小医院 医生没有露面 却来了一个叫艾薇的陌生护士 自作主张要给她进行超声波检查 检查进行了不过30秒 艾薇就突然跑了 安娜立即意识到不对劲 强烈的腹痛和止不住的血 让她彻底破防 已经经历过两次痛苦的她 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流产了 当医生告诉安娜 按照她的病例表记录 最近一次超声波检查是在三周前 而且这所医院并没有一个叫艾薇的护士时 安娜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很显然 有人暗中阻挠她怀孕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案藏在历史里 已被名利和感情编织的罗网困住的安娜 却看不清通向答案的线索 以上就是美国恐怖故事 十二季前两集的内容 我是云书 专注精讲美剧和解读电影的小摩羯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